但在派对全国总决赛已经是落下了帷幕 我呢 是我要去充当节目嘉宾 却最终只拿到了超人情绪场第三名 不然你这名别的那样 老老虚 其实为什么我只拿到第三名 有很多的原因 但更多的原因还是在于角色的选择上 大家都知道 我比较像场逆红叶 并且也发过很多逆红叶的教育视频 但当我在打比赛的时候 支援可误醒了 小卵 我就是有空说不出了 多一名经常玩逆红叶 每局平均人头拿十几个的玩家 在如何玩好逆红叶方面 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就拿这局来举例 开局我们刷到了角色专属 一技能造成的伤害可以提高80% 直接拿下 结果实战 原本的思路是侧翼切到他们后排 但我方施星熊勾到了敌人 直接放弃切后排 回头补上伤害 使敌方迅速检缘 接着走侧翼寻找机会 等到时机成熟 一技能进场 却被小蓝控制 直接跳步跟上 一技能平A 二技能平A 解决了三人之后 只剩下最后一个小绿 也是独目难知啊 最终斩过自杀 在卡片选择方面 攻击力 穿透 吸血 还有角色专属卡 剑贼拿贼 剩下的钱全部用来升级 记住了 宁红叶前期才是无敌的 被我拿到灵红叶 我都不知道别人该怎么玩了 对面的 你们四个已经没有包围了 看到对面的四个人 还不知灰感 直接一个跳步靠近他们 开大 然后一技能 二技能 刚刚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繁民教材啊 大家千万不要像我这样 傻傻的冲过去 再厉害也不能直接 嘎四个弹吧 那么作为一个合格的刺客 一定要寻找时机 就是现在 在我的正常发挥和带领下 成功的和队伍获得胜利 想必大家也看出了我的实力吧 但凡我没有失误选择小兰 而选择我的本命英雄宁红叶 那么弹展派对全国总决赛冠军 那就真是我的了 所以 什么时候能不能再重新比一下 明天可以吗 弹展派对 我知道你看到这些视频了 求你了啊 明天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别忘了给我打电话啊